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音樂日常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音樂資料庫 就是我只要一有靈感 我就是想辦法把它錄起來 然後就把它存到電腦 然後想要做音樂的時候 我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就來看看到底哪一個 聽起來比較有感覺 我就開始製作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研究一下 OK 那我們用一陣詞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鼓跟我們的鋼琴 就分開來製作 那但是合起來就好像蠻可怕 那我們來看看 這是鋼琴的部分 那鼓的部分是這樣 整個風格差距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在想辦法 要是改變音色呢 還是改變整個做音樂的方式 因為我們這樣子分開來做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們要 就是做出我們的曲 然後 再來想辦法要怎麼融合 那可能融合得很酷炫 或者是融合得很不自然 沒關係 我們就再繼續研究一下吧 那我們又修改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把原本鋼琴那個音色改掉 變成這樣 口風琴嗎 還是什麼東西的 就還蠻特別的音色 那 它也不是任何的樂器 它就是一個 我自己生出來一個奇怪的樂器 奇怪的音效 奇怪的音色 那 整個合起來 聽起來我覺得 就合理了很多 如果只有鼓跟那個口風琴的音色的話 我覺得有點擔保 所以我又加了一些低音的東西 像是有點像大提琴的東西 然後還加了一個有點像是 空靈 然後有 在你耳邊這樣 嗡嗡嗡 好像 你在太空中漂浮的感覺 就聲音 進去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再繼續 把我們的曲再編長一點 因為現在 還蠻短的 就只有 三小段而已 那我們的音樂編曲呢 差不多就這樣完成了 那我們主要的是以鼓來帶 就是 鼓的 多跟少啊 就是 可能把一些部分拿掉 然後 跟鼓的節奏來帶 那其他的有點像是 疊在鼓上面 然後 鼓是 就是帶整體的節奏的主幹啦 那其他的就好像是 依附在鼓上面的東西 那這整首音樂的鼓點的位置 我覺得都還蠻有趣 他就是 非常非常多變化 就是 一下子 可能這一小節是變化 Hi-Hat 然後 下一小節是 變小鼓 然後小鼓可能又 換一個不同的音色 然後大鼓的位置也稍微挪一點點 反正就 大 整個 爵士鼓的部分 這也不算爵士鼓 就是鼓 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算蠻特別 也蠻多變化在裡面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用我們的Lunchpad 然後來混音一下 然後 待會也要直接錄製一下我們的 編排 然後排列組合 這樣 好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OK 那我們的音樂就這樣差不多完成了 那我們就來跟他分享一下我的 神奇的音樂結構吧 那我們的音樂開頭呢 就是用這種 有點像是環境的聲音 有點 回音的感覺 接下來下一段 我們就直接把那個 比較重的聲音 那種沙沙的 有點電音的感覺 把它電進來 就是多了這一個音色 接下來又電了一個 有點像是玩具的聲音 比較可愛的聲音 多了另外一個音色 接下來我們鼓就直接進來 然後我們的排列組合 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一樣的 一直往下走的感覺 但是我們的節奏是不一樣的 反正這邊就是在玩節奏 而不是在玩 我們要如何去創作我們的曲的部分 然後到這邊呢 我覺得我們重複有點太多遍了 就是如果一直往下掉 好像很無聊 我就直接把它這裡空一個 然後就到下一段 下一段我們的鼓就少 snare 小鼓的部分 後面我們又加入了 這一個可愛的音效進來 接下來這一段 你就有點比較乾淨 然後這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說 那個比較可愛的音色 接下來這個比較high之前的這一段 我們就直接把鼓抽掉 因為我覺得鼓一直打一直打 好像很無聊 所以我們就抽掉 然後我們直接慢慢的堆疊起來 所以鼓就是加一點點 但是還沒有我們的high hat進來 到我們的高潮 最後一段高潮 我們就把所有的鼓全部加進來 然後呢 我們下面這邊還是一樣一直往下走 然後我們也是一樣 排列不同的時間組合 最後結尾我們就直接把我們主要樂器抽掉 然後就是有一種這種空靈 好像外太空飄浮的感覺 然後讓它慢慢的飄離結束 OK 那我們最終音樂完成 我就會放在下方 連結有興趣就聽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音樂日常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